我們當時這個瞭解這個戲子追夢人的故事的時候 這個追夢人說他爸爸的莊園追夢 連停車場都追夢 那他當時跟我們說這停車場沒有要營業了 然後呢還出動這個機器去把那個周宇鵬整個踢到 讓大家以為就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打了一通電話去問說現在到底有在租嗎 那助理說沒有 現在沒有在租了 那再問他說戲子哪裡還有在租 他也說沒有 然後就問他說你們那是仲介喔 他說對我這裡是仲介 我打的是廖宣祥的服務處 接電話的是廖宣祥的助理 拿著公費的處理 然後呢在做仲介停車場的事 好這就是新北市議員 新北市議會 那接下來呢我們想說這事情應該是沒了吧 因為後來就去找那個中和首富張慶忠了 因為我們新北有三個媽寶嘛 這後來就是找那個中和首富張慶忠的兒子 那一條另外再找 好 結果發現說戲子 他把整群都掙承了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他沒有在經營嗎 他不是說他都拆掉了嗎 然後都沒收費了嗎 好 這是十一月二十四號的送禮 他不只把他拆掉 他又大新的周宇峰 所以你們把他拆掉是因為老水 車主不滿意把他拆掉改新的 然後就繼續收費 這樣有厲害嗎 然後我們就以為說他真的沒有在弄 他有法度跟大家說拆掉 現在又弄一個新的周宇峰 真的很厲害 這個案子啊 其實按照這個停車場的規定 大概就是三件事情而已 第一個 他這個停車場的出入口 是國有地 是道路用地 不是廖家跟其相關人的土地 也不是租用的 這算是國家土地 那在停車場的入口 占用了國家土地 作為出入口 這第一條 第二條 這個地方是保護區 除了這個前東路 新台武線的高架橋下面 整個保護區以外 另外他有一個停車場 各位記得他在新台武路的 另外一個地方還有一個停車場 這兩個地方都是保護區 新北市政府之前說 他們有來申請請他們補證 他們一直沒有補證對不對 他沒得補證 因為這個是保護區 保護區完全沒得補證 你只有一條路 把保護區變成不是保護區 要不然你要補什麼 所以新北市公文 駁維給廖先祥家族的那張公文 就跟你說你沒機會啊 你怎麼補都沒有用 可是 要先養家族繼續經營 好那繼續經營這幾年 新北市政府就算了 就算喔 就有一個違法經營的停車場 然後去申請合法 然後市政府說 你這保護區你不能蓋 然後就沒了 就沒錢啊 繼續經營 這樣以後全台灣的人 要創保護區 要蓋停車場 要蓋 要來收錢 跟市政府說 我要先請市政府 跟你說你不能蓋 然後就沒事了 如果這一次不是這樣子被揭露 這件事就沒了 好 那既然揭露了 新北市政府就叫他先期改善 怎麼改善 沒得改善啊 因為這是保護區怎麼改善 改善 改善只有一條路 把市政府掐清照 就只有這條路 那他不去清 繼續收費 停車場法的規定 大家剛剛聽到 三千九千一萬五對不對 你以為一萬五就沒事嗎 他可以每天一萬五 新北市政府是可以每天一萬五 不是三千九千一萬五 加起來兩萬七就結案 他可以一直罰一直罰一直罰 但是新北市政府就是不罰 就是不罰 所以我問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府 你們到底要讓這個案子縱容 縱容到什麼地步 如果這個案子就這樣沒事了 那以前在新北市 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罰的沒有經營停車 這個停車場經營權力的 這一些個人公司的那些法案怎麼辦 然後你們當時叫人家改善 人家車都刷刷的都沒有在經營 為什麼廖千獎的可以繼續擠 新北市政府要跟大家解釋 第三個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五千萬 不是說五千萬三千萬一千萬 你幾十一塊都不行 你是拿國有地的 那個橋下是國有地的 洪生安委員剛有講的 那個新台五線高架橋 那個是公路總局的地 委託新北市政府管理 那個是國有地 你拿國家的土地在賺錢 你爭小的 你拿國家的土地在賺錢 如果你可以 然後都沒事 請問那個在河西邊 種西瓜 然後拿西瓜去賣 要判成那些阿伯 怎麼辦 你是國家的土地去停車場 啊收錢你都沒有事情 阿人家是騎賓 種西瓜的阿伯 再用國有地 種西瓜 拿去賣 然後他被抓去關 這個社會就沒說理 所以請廖先祥出來回應 請新北市政府出來回應 這五千萬還不還 如果不還 新北市政府也跟他講說不用還 廖先祥就說我就是不還 也可以 就跟大家說明清楚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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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